营养餐计划正式实施一个半月 财政经费为什么至今没有划波到位 营养改善计划的那个补助现在下来了吗 没有 没有到达美食 没有到市场 那现在到哪里 应该再送一次 贫困孩子反而享受不到财政补助 淡奶工程为什么变成了面子工程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开始回落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选择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011年10月 国务院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 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 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680个县市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按照每人每天三元的标准 提供营养膳食补贴 中央财政还专门为此拨款160亿元 然而这样一项民心工程启动之后 却在一些地方接连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从今天开始 经济半小时栏目推出系列报道 调查各地营养餐目前的实施状况 陕西省的商洛地区处于秦岭山区 所辖的七个区线 都被划为陕西省的第一批试点 那里的孩子们吃上了营养午餐了吗 记者深入山区进行了采访 这些孩子是商州区张村中学的学生 中午放学铃声一响 学校食堂立刻热闹了起来 午餐有两个菜 这一大锅是用萝卜豆腐做成的晦菜 这个小锅里是单做的红烧肉 一份米饭加晦菜是三块钱 如果要再加上一份红烧肉 这顿饭需要花六块钱 记者做了一个统计 共有七十多个孩子来吃午饭 但是花六块钱加一份红烧肉的孩子 却只有两三个 他平时吃什么菜吃的多一些呢 萝卜 萝卜 除了萝卜呢 好的 你喜欢吃肉吗 看今天有肉 今天食堂有肉 喜欢啊 那你怎么没有打呢 喜欢吃肉吗 喜欢 就吃肉了吗 没有 太贵了 从年过年的时候再吃 这个男同学是初一年级的学生 他的饭碗里只有萝卜和豆腐做成的这个晦菜 但看起来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这位同学告诉记者 他小学是在二十里路以外的村小学就读 比起那个时候他觉得现在的伙食已经好了很多 那时候中校还是那个 中校 那你吃饭怎么办 还是在灶上吃 中午饭是护肠 你学校教的是钱还是 粮食 教多少斤呢 是吧 孩子们说的胡汤是用包裹面做成的糊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商洛市的多个区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农村人均收入4568元 不少学校 尤其是山村学校 孩子们的午餐只能是胡汤 我们这里面这个群众有些还是比较贫穷的 这后面有15里最后的学生在这上学的 加强的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他愿意交粮食 就是玉米和这个小麦 然后呢 我们经过把它加工 然后就可以做成这个糊糠 吃菜呢 吃菜我们也给买一定的菜 就是那个种类不是很多 这个简单的饭菜 不能说营养怎么高 山阳县小河口镇中心学校 距离县城60里路 这里的孩子来自方圆二三十里的十多个村子 平时怎么来上学呢 走 走多长时间啊 两个多小时 这上几年级啊 二年级 二年级 你住校吗 住 你这么小就住校 你家离得有多远啊 不知道 那你平时怎么来学校呢 走来 那要走多长时间啊 不知道 那你走得累不累呢 对 由于离家比较远 这些低年级的孩子生活还不能自立 就已经开始住校了 一日三餐也需要在学校解决 早餐一般早就是面条 中午了就是末 晚上就是那个蛋呢 就是什么样的菜呢 菜就是像我们的山区嘛 就是溜菜 豆芽 豆子 糖吃的还心事 萝卜 两日 食堂的这两个大桶里 装的是酸菜和萝卜丝 案板底下 是做胡汤用的包裹面 这些就是孩子们平时最常吃的 这是泡的那个酸菜 这酸菜是什么做的 瘦饼菜吗 这个西餐 早上啊 所以不法常吃 在商洛采访时 他记着询问 这些孩子们最喜欢吃什么菜 最想吃什么菜时 得到的答案很简单 你喜欢吃什么菜啊 鲁鱼 吃很多花呢 鲁鱼 菜 那你最爱吃的菜是什么 鲁鱼 菜花 鲁鱼 今年春节过后 陕西省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方案 将在列入国家试点的43个县区推行 以提供完整午餐为主要形式的营养计划 并在三年内覆盖全省 按照计划 商洛所辖的七个县市都会在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国家的营养膳食补助计划 但是记者走访了商洛的几个区限 看到孩子们依然在吃胡汤土豆和萝卜 菜谱和汁甜没有什么改变 商洛的孩子们为什么还没有吃到他们的营养午餐呢 记者接连走访了商洛地区的商州区丹凤县 山阳县的十几所小学和中学 发现大部分家长和学生根本不知道有免费营养餐和三元补助 只有少部分的家长通过电视报纸上听说过 国家有一个三元补助的营养改善计划 但是是否已经开始实施 以什么样的形式实施 他们都说不清楚 在商州区洋裕和镇初级中学 记者遇到的这位专门负责学生生活的老师 他了解的情况如何呢 在商州区大兆域办学处桃园小学 一进入食堂就能看到这些新购置的橱柜橱具 校长杨康说 去年年底他在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到了国家的营养改善计划 会给每个孩子每天补助三元钱 他就想帮设法筹措资金 给食堂配备的这些设备 造房原来装那个柜子上 那都是原来没有的 后来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我说这就开始实施这 以我们午餐改善计划 把那个造房里面的设施都给改换了一下 家长来看的时候干净卫生一点 原来以为是从这个今年的开关年就开始实施呢 但是到现在好像是快了是吧 经费没有到咱们这儿是吗 还是说政策没有到这儿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领导开会的时候说快了 按照教育部和财政部的要求 今年春季开学 各地就要开始在试点区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云南广西贵州等其他中西部省份的营养改善计划 也已经实施了几个月的时间 商洛市作为陕西的试点地区 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实施这个政策呢 在商洛所属的山阳县 记者找到了县教育局副局长 肖旭成了解情况 去年国务院做事在全国良情贫困地区 十四日营养计划之后 我们现场及时召开了各校长校长会 互相造房建设 我们去年都基本上凡是农军 无论是技术或非技术制的小学或初中 均匀把造房已经建起 肖局长介绍说 按照中央的政策 营养改善计划 覆盖范围 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一个学生 三元钱的补贴要确保学生吃到嘴里 而不能作为员工工资和硬件设施购置 山阳县共有351所学校 除了技术制的学校有食堂 全县还有将近一半的学校没有食堂 为了能更好地落实营养改善计划 他们已经着手给部分学校建造了食堂 在山阳县 虽然县政府正在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做准备 但是却还没有真正开始实施 那么到底是具体实施方案没有落实到位 还是资金没有划拨到位呢 记者来到了山阳县教育局的上级单位 商洛市教育局 现在等于省上的会还没有开 我们商洛不光我们商洛 我们全省营养三国产计划 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 现在的方案刚发下来 有关文件刚发下来 但是会议都还没有成 整个陕西省都没有 应该是 在商洛市教育局 记者了解到 陕西省有关营养改善计划的文件 三月初才下发到这个曲线 而从三月初到现在 已经一个半月过去了 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出来 按照中央政策 中央财政在春季开学之前 划拨到试点线 那么商洛的营养餐计划 没有开展起来 是不是资金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记者随后赶到了商洛市财政局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所有关于教育方面的拨款预算 都是由教科文科经手的 在今年三月二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 陕西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方案的文件中 明确指出 从2012年春季学期起 在商州 丹凤 山羊等 43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县 推行以午餐为主要形式的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商洛市财政局的这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国家的营养改善计划 目前在商洛只是一个政策 并没有看到有资金下坡 那么作为省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是否掌握 营养改善计划的运作情况呢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是吗 开始倒是开始了 就是正式这个会议没开了 哦 一些其他工作都做了 但这个会议没开 方案发给下面了吗 方案发给的 方案都发下去了 工作都做成了 钱拨下去了吗 钱都拨下去了 拨到 拨到这个孩子们手里了 记者在基层区县调查到 关于营养餐计划的实施情况 是还没有开始实施 具体如何实施 并不清楚 资金也并没有下坡到位 但陕西省教育厅主管 营养改善计划落实的 提委处相关负责人 却告诉记者 工作已经到位 方案已经下发 钱也已经拨到了孩子们手里 为什么会出现文件精神 和实际行动不同步 为什么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回答 和记者在基层调研有出入呢 按照陕西省教育厅的说法 国家拨款的营养午餐钱款 已经都落实到了孩子们的头上 而一部分提前得到了消息的学校 也已经在积极为孩子改善伙食 做准备 但是我们实际调查后了解到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和家长 根本就不知道午餐有补助 更不要说吃到营养午餐了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养午餐的实施情况 在前面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陕西商洛县 虽然在国家第一批营养午餐的试点范围内 但是那里的学生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享受到国家补贴营养午餐 当地有关部门解释说 早在2008年 陕西省就已经启动了 以淡奶工程为代表的学生营养餐 二者不交叉进行 那么这个淡奶工程具体 有哪些内容呢 在商州区桃园小学的石头里 老区正在给孩子们分发鸡蛋和牛奶 你喜欢吃鸡蛋和牛奶吗 不会 鸡蛋和牛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呢 在那里 在去年是吗 那以前为什么你没有吃呢 没有 你以前在这个学校是吗 那你以前在哪里哪个学校呢 在哪里 中学院的孩子们从2008年9月开始 每天都有一袋牛奶和一个鸡蛋的营养早餐 为了便于淡奶的保存 当地教育部门还给学校配备了专门储存鸡蛋和牛奶的冰柜和保温箱 淡奶的加工也有专人负责 但在采访中记者却发现 有不少三四年级的孩子告诉记者 自己之前并不在这所镇中心学校就读 而是在村里的小学念书 在村里念书时 学校的早餐并没有牛奶和鸡蛋 你是从什么时候在这个学校上学的 那你 以前在那个学校有鸡蛋和牛奶吗 没有 没有啊 是到这个学校才有鸡蛋和牛奶是吗 这里是三凤县的竹林关镇 是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这个小镇上的竹林关镇中学和小学 是整个竹林关镇面积最大 设施最好 学生最多的两个学校 那么这里的蛋奶工程实施情况如何呢 你们早晨在学校吃 还是在家里面吃 家里 是学校 学校就拔蛋奶 从竹林关镇出来后 记者沿着秦岭山脉 翻过了几座山梁 这个四面环山的学校出现在记者面前 这个小学叫光明小学 同样属于竹林关镇 那么这个学校的孩子 有没有鸡蛋和牛奶补助呢 这儿早晨在学校能吃饭吗 这儿不能吃 那这儿要补丁 就造餐补丁 这么第一次造餐 光明小学是一所村办小学 在过去学生最多时有将近200人 但是前年由于山洪爆发 把学校的教学楼摧毁了 现在所有的孩子都只能在这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上课 眼前的这位女老师就是这里唯一的一位老师 她要负责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三个不同年级孩子的所有课程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 自己在山村教了三十多年书 这里的孩子们家庭条件都很困难 但凡家里条件好一些的都会去镇上的学校读书 这里的孩子每天只能吃土豆萝卜 很需要补充营养 但淡奶工程已经实施了好几年 这里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发过牛奶和鸡蛋 随后记者来到丹凤县月日乡中心学校 这里是月日乡最好的学校 月日乡也是距离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镇 这里的淡奶工程实施情况又如何呢 山州区柳家沟村是陕西省划定的重点扶贫村 柳家沟希望小学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小学 那么这个重点扶贫村的孩子们享受到了淡奶工程吗 学校给发那个东西吗 有补助吗 不发 鸡蛋有吗 没有 牛奶呢 都没有 记者发现 有的学校享受淡奶工程 有的不享受 尤其是几个非常贫困的山村学校 孩子们却发不到淡奶 这孩子全土人 来一回来检查后等哪检查 下日到重新校检查 你记好这学校一般是不在于谁来 根据陕西省淡奶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 农村中小学寄宿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主要援助对象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淡奶工程在每个地方的镇中小学实施的很好 很多条件更艰苦孩子们更需要的山村却被忽视了 而来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 这个淡奶工程还存在很多不被外界所了解的内幕 薛文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员 去年10月份 他带领调研组深入到陕西的十多个县市 对淡奶工程的实施情况 以及当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膳食情况 进行了一次调研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了 整个实施的淡奶工程 那么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好的 那么学生身体素质增强了 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那么也同时减轻了学生的错学率 那么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呢 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质量方面的问题 比如是一些地方企业生产的一些牛奶呢 有时候存在一些过期 或者有时候换做一些豆奶 来降低学生营养改善的标准 在陕西进行营养改善计划调研时 薛文俊还通过问卷调查 大面积调查了学生们对于淡奶工程的反馈 我们有一个开放性的题 就是学生吃了这个鸡蛋和牛奶以后 或者是一些午餐之后 他对这些营养项目呢 有什么样的建议 也反映出一些问题 调查问卷中 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孩子反应 日常淡奶的来源都是靠学校 我们看到了部分孩子的留言 这位同学写道 学校有时候把过期的牛奶加入桶中 有的同学不注意就喝 这位同学写道 希望学校每天能定时发给每一个学生淡奶 不发过期牛奶臭鸡蛋 在这份问卷调查中 除了调查淡奶工程 也涉及到了午餐情况的调查 那么问卷当中呢 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午餐菜品的种类方面呢 一般是在这两个答案之间 一个就是每周有一次以上的肉食 一个就是一次也没有 那么大多数的问卷呢 我们也进行了统计就是一次也没有的这个占大多数 占大多数这个比例大概有多高呢 那么占这个比例呢 应该有达到一半以上 最近几年 国家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投入 从国家的两免一补 三元营养餐政策 到各省实施的营养改善计划 给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了福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 在实施这些补贴和计划时 最应该确保的是两个安全 一个是监管这个食品安全 不要买那个小猫围猎的 低脂的这些东西 第二个呢就是财务安全 保证这些钱能够真正用到那个学生身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介绍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 都十分重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营养状况 早在100年前 英国就开始实施针对贫困家庭学生的 校园餐计划 并于1944年立法 规定地方教育部门必须提供学生营养餐 上世纪中叶以来 美国、法国、日本等国 也纷纷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校共餐计划 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国民身体素质 也快速提升了教育发展水平 印度、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初等教育营养支持计划 促进了本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 目前我国的营养改善计划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那么如何能确保这些补贴和改善计划 能够落到实处呢 教育部的要求呢 它已经建立了一个行政化的 就是教育系统内的一个监管 就从教育部还有一个领导小组 各个县也有那个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然后到各个学校也要成立这样的机构 但是仅仅靠那个行政系统内的自我监管可能还不够 所以我们认为呢 可能还需要建立一种另外一种监管机制 就是学生家长、学校老师、退休的那个老代部啊 什么关公委啊、团委啊 什么这些机构参与的叫家长委员会 或者叫伙食委员会 就是独立于这个行政系统内的监管之外的 另外一种监管机制 从实际情况看 各地由于发展不平衡 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教育保障水平较低 历史欠障较较多 学生善事营养得不到保障等问题 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现在国家投入巨资 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善孩子们的营养状况 一些地方虽然自己没有相应的财力 来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但不能让国家的投入落空 不能让孩子们接受了变了味道的爱心工程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新近日所说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切实改善学生营养状况 不是可干可不干的事 而是必须要干的事 而且只能是干好不能干坏的事 我们希望有更多透明的监督机制出台 让孩子们真正享受到营养午餐的营养 不光能吃饱还要吃好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营养午餐的系列调查 好 稍后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